今夜最新画面 巴黎奥运落幕 我国最后一批选手 也搭上班机返台 包括了拳后林玉婷 空服机组人员 特别在广播的时候力挺 比赛受到争议风波的台湾女儿 也说金牌就是最好的回击 机场里头响起了热烈掌声 她不但是台湾的拳后 也是全世界的拳后 她就是我们力挺的台湾女儿 林玉玉小姐 飞机上广播提到 我国拳后林玉婷 大家都余有荣焉 最后一批中华队选手 结束奥运闭幕式搭乘班机返台 机组员特别感谢台湾英雄们 为国争光 并以台湾的女儿 介绍在这一次奥运中 饱受性别质疑的林玉婷 在此恭喜玉婷 用身所权 为台湾夺取时尚第一面 拳击金牌 第四在离台上 以实力证明自己 金牌就是最好的回忌 正对国际权总及网路上不友善的言论 林玉婷也透过中华代表团带发声明表示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最面金牌是属于大家的 已经用奥运金牌证明 不需要再透过法律诉讼 对这些人证明什么 国际奥会已经是以最严谨的标准 审理选手的参赛资格 国际奥会也已经多次公开声明 及证明我的参赛资格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我不需要再去向外界证明任何事情 林玉婷一战成名 人气超旺IG发文 赛后社群重启讯息轰炸着实惊人 他发文表示 我做到了Never Give Up 先让我好好休息沉淀一下 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这段惊奇之旅 我们台湾见啦 不少网友也留言要去接机 恭喜中华健儿凯旋归国 谢谢杨宗燕许修明台北报道